等我下 热土老师说过不要随地大小便 要不然你这样不到嘴 我妈回家会打我的 确实我的兄弟蘑菇头 看得出他是个很规矩的人 但我更愿意用另外一个词来形容他 死板 但是不得不说 他的死板有时候是件好事 哎 起来 哎 你干嘛 起床 废单子 我都在废话 我都在玩游戏玩的嘛 别闹 不行 是你让我无论如何都要叫你起床去的 那不急了 但有时候 他的死板也让我哭笑的哭 对了 一会儿见到人家姑娘 说话不要那么死板 知道了 就多说点好听点 知道了 这 蘑菇头 你好 你好 小丽 我喜欢你 你喜欢我 嗯 谢谢 你喜欢我什么呀 不知道 反正就喜欢 让我来猜一猜 你是喜欢我的漂亮 喜欢我的善良 还是喜欢我的温柔 漂亮 善良 温柔 这三样你一点都不沾边 我呢就是看你比较顺眼 所以就喜欢 我这个朋友不太会说话 但是他真的很喜欢你 对而且刚才跟我说他还想跟你结婚 结婚 嗯 没想到 你考虑的这么长远了 那你觉得结婚以后 谁做家务 谁管钱呢 这个家务呢 还是你来做 因为你个子高 做家务肯定厉害 钱呢看你这个样子 应该平时花钱大手大脚了 也存不住 所以我管 好吧 你是真有病啊 你赶紧别乱找了 追追 快 追谁 来来来来 白总 为了咱们的合同 我先干为敬 您随意 郑总太可气了 我这个人脾气你了解 一定配好 白总 等会 这公司不是你们俩合伙开的吗 是 这蘑菇头 好像不太开心吧 白总 我不爱喝酒 是不是 对我有什么意见 那哪干啊 太总 我配好您就是 你管他干什么 来 两杯我一起 不不不 今天蘑菇头要是把酒喝了 那就喝同我签 他要是不喝 那不好意思 喝酒就喝酒 谈生意就谈生意 为什么非得把这个喝酒和谈生意 挂上钩呢 今天你要是喝 我就签喝了 你要是不喝 那我就不签 我不喝白酒太辣 那我不签 我不会写的 拜拜 哎 还走 还走 你就不跟你说 还走 快 快 快 你是不是有病啊 你知道公司多需要这单 你知道我为了这单天天后跑了多少 那白酒太辣 我咽不下去 你要咋办 谁咽得下去啊 你就是死板你知道吗 你从小到大就是死板 我们现在多大的人啊 要学会变通嘛 不变通要被社会淘汰的 公司多少单身一被你搞黄了 你就是个拖油瓶 我拖油瓶 我拖油瓶 我退股 你自己玩吧 老公公司要是再没资金周转的话 真的就完蛋了 对了 你要不然就找蘑菇头帮忙吧 他不是你最好的朋友吗 他 哎呀不可能 他那个人死板得很 他那些钱都是用来计划买房子的 他是不会改变自己的计划的 再说我现在跟他 行了老婆你回家休息吧 我会想办法的 喂 老同学啊 最近怎么样 我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 喂 小哲啊 你看我 赵哥 我最近是 喂 喂 王总啊 最近我 喂 当你不困在命运的秋落 在咆哮里茶池难逃 如果生命燃烧后只有疼痛 每一声怒 都要有力量 我 还是之间在心中 无息传戏车烈火 行了 把大老爷们哭啥 你怎么来了 你在这儿我都听说了 你是真不把我当兄弟了是吧 出这么大事也不跟我研究一声 我知道你年年要买房结婚 你辛辛苦苦这么多年了 你怎么可能 这卡里有六十万 你先用点 也不知道能帮你多少 就当兄弟的一份心意 你没钱拿什么结婚啊 让你拿着就拿着啊 这钱是借你的 有钱了赶紧还我 再死完的人 偶尔也要灵活一次的 就像你说的 人要学会变通 放心吧 这事儿我和我媳妇商量过了 你这边更急你先用 那咱们还是兄弟吧 废话 来 我愿反复的难过 我愿反复的难过 最后我时光的迷雾 咻咻咻咻咻咻 咚咻咻咻 咚 沉翔六点半 很散 海外 生活